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郎平正式摊牌 中国女排有望重返世界之丁 张长宁 李莹莹很开心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女排的最新消息 咒所周知啊 结束奥运会之后啊 中国女排将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调整 首先是球队教领组的调整 中国女排的公寻教头 郎平知道啊 已经选择了离开国家队 很多球迷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但是啊 郎平的态度非常的精绝 那么在离开国家队之后啊 郎平知道 也是迎来了胆战的休息时间 可以与家人朋友欢聚 那么就在近期呢 郎平知道啊 正式摊牌 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 那就是啊 返回了北京师范大学了 教授排球课 通过媒体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啊 郎平知道 重返了排球赛场 并且扎根基层 帮助啊 中国女排啊 发掘和培养 更多的年轻球连 确实啊 值得球迷顶赞 而且从媒体曝光的 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出啊 郎平知道 非常认真的 给年轻小球连们呢 讲解中国女排的精神所在 讲解了排球场上面 一些基础的继续环节 可以看出 郎平知道 依然是 新系中国女排 希望啊 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帮助中国女排啊 重返世界之境 中国女排 现在 面临的问题啊 就是要进行更新换代 那就意味着 要重新 挖掘和培养一批 有情力的 未来之心 那么郎平知道 现在选择 返回校园 上课 教授排球理论 与实战课程 实际上 就是在为中国女排啊 培养后备人才 如果说 郎平知道 能够 培养去 另外一批 非常优秀的年轻队员 在未来啊 虚拥到国家队之后啊 那么中国女排 将会迎来啊 传新的退避 有望啊 重返世界之境 因此很多球迷啊 看到郎平知道啊 终于 回归排球赛场啊 也是非常的开心 作为郎平知道的 爱徒 张长林 李莹莹啊 看到这个消息 肯定也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当时啊 结束奥日会之后 在赛场上面 中国女排的队员 以及教练组啊 可谓是 相拥而弃 大家呢 难舍难分 因为当时啊 中国女排 遭入到了 惨败 女排队员的 心里啊 是最难受的 再加上啊 郎平知道 即将离开 球队 那么啊 张长林 李莹莹 这些得意门声啊 非常的难过 直接啊 内死了赛场 这一幕啊 很多球迷 非常的感动 当时啊 很多球迷认为啊 郎平知道 很有可能会 勇软的离开 排球赛场 不会再 回到这一块 伤心之地 但是经过 一段时间的 调整之后啊 郎平知道 还是放不下 中国女排 希望啊 能够继续为 中国女排啊 做出贡献 因此啊 他才选择了 来到校园 运教 帮助中国女排啊 培养 未来的接班人 那么很多球迷啊 还关心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郎平知道 是否会重返 中国女排 国家对指教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目前 学业无法回答 郎平知道 曾经表态啊 不排球 自己会改变心意 如果说 排球 无法 省区 合适的接班人 那么了 郎平知道 也是球迷们 众望所归的 好教令 大家也记忆啊 是否能够 再次邀请 郎平指导 驱山指教呢 球迷朋友们 是否支持啊 郎平 重返 鱼排指教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